早先,天峰国际分析师郭明基在最新报告中研判 预计苹果将在2022年中发布新款MacBook Air 日前,Apple Insider根据目前爆料的消息 制作了一组新款MacBook Air的渲染图 展示了新机的射击变化和细节 从2008年发布至今 MacBook Air的外观一致没有太大变动 这一次,大家熟知的Air将迎来翻天覆地变化 消息称,2022新款MacBook Air将会更轻、更薄 而且会提供多彩机身 最大的改变是采用了灰白色的边框 而且用了白色刘海和键盘 另外,铝制机身采用了较为圆润的风格 预计将提供蓝色、绿色、粉色、银色、黄色、橙色和紫色 共计七种颜色可选 此前,郭明基预计 新款MacBook Air将配备13.3英寸MiniLED显示屏 MiniLED屏相比于普通液晶屏的控光技术更精细 能够带来更好素质 包括更暗的黑色、更明亮的亮度 更丰富的色彩和更高的对比度 有助于专业人士对色彩显示的需求 其他配置方面 预计新机型将升级M2处理器 提供两个雷电4接口 提供超广角1080P摄像头 看起来